警察把警察放在历史上的历史上的历史犯罪犯罪犯罪 美国七零年代的米尔瓦基十人魔被Netflix拍成纪录片后 一上架就成为收视冠军 再度下坏世人 但连这位女神也跟这位连环杀手扯上关系 如果你有没有人在生活或死亡 谁会是谁 我说你真可爱 Jeffrey Dahmer也挺有趣 美国歌坛小天后亚里安娜近公开承认 自己曾告诉小粉丝梦想和七零年代的连环杀人狂魔 杰夫瑞达默共进晚餐 瞬间印发舆论炮轰 这番话引来网友批评 认为他价值观有问题 指责身为公众人物 不应该发表这种迷恋杀人魔的言论 其中受害者家属更是感到愤怒 表示自己想起儿子的痛苦 公开谴责亚利安娜有病 要求亚利安娜公开道歉 杰夫瑞达默是美国最知名连环杀手之一 1978到1991年间杀害共17名男子 受害者多半为非洲裔亚裔及拉美裔 甚至以不同方式烹煮遗骸 被捕后刀判终身监禁 最终1994年在狱中悲鸣非裔囚犯杀死 事件多年来引发的争议未曾停止 如今作用无数年轻粉丝的亚利安娜 却带着开玩笑的语气 说想和杀人魔共进一顿饭 恐怕任谁都难以接受 在新闻也会这么多